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79岁的时候写下的四章的训言 第一篇就是立命之学 原来凡是一身说法 原来叫袁学海 很小时他的父亲去世 他的母亲就让他学医 结果他碰到一个能算命的先生 说他是仕途中人 然后给他算用少康杰的黄极数 这样的一个算法跟他算 算得非常准了 哪一年考中秀菜 哪一年补领 哪一年做共生 哪一年能够在四川一个县做县长 活53岁甚至53岁 那一年8月14日 仇逝命中 命中没有儿子 依依跟他算得清楚 考秀菜的时候考多少名 服考考多少名 依依都验证 所以算命这个东西也是一门学问了 你不能说他是迷信 你真是提供一个生存八子 他给你一生的流年 命运排下来 袁老凡就很相信了 他在南京国子健的时候 就拜访云古禅师 跟云古禅师对坐三昼夜 不起一个妄念 云古禅师觉得 你这个年轻人不错呀 你怎么不起一个妄念呢 袁学海说 我想打妄念也没得打呀 我一辈子都明白了 这个云古禅师就说 我还以为你是个豪杰 原来你是一个凡夫 这个元学还很奇怪 这样说起来 命运难道可以改变吗 云古禅师很肯定的说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你用上述命有几座 福有几求 佛门讲求富贵的富贵 求男女的男女 求智慧的智慧 周一也说屈及必修 如果命运有一定的话 你想避也避不了 想屈也屈不了 但周一为君子摸 他能够让君子去向吉祥 回避凶灾呀 这说明是可以改变的 这一说产世的立命之学 原来凡一下子 毛色顿开祸 原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命运操之在我的 所以他发起了大心 发起了惭愧之心 自己没有举人的命 没有近视的命 这是自己的业果 自己命中没有子女 这也是命中没有福报 自己没有福报 放了惭愧之心 摻回网页 受持准体证 然后就发誓先行三千件善事 求科蒂公明的这样的命运改变 结果他行善事不容易呀 三千件的善事 他可是用十年时间来完成的 我们确实平时想做件善事 心理障碍很大呀 你看到一个水龙头在那里哗啦哗啦流水 想把他拧紧 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我为什么别人不做 我要去做啊 再说我做了 人家是不是说我出风头呢 怎么怎么 他都会有很多障碍 行一件善事都不容易 更何况三千 所以他用了十年 结果就当他发了大心形善事的时候 那个算命先生算的就不准了 算的本来那次里不考是要考第三名的 他考取了第一名 以后下面都不准 都朝好的方面转 所以他考取了几人 然后再发誓三千件善事求近世的命 他考取近世了 然后发愿一万件善事求儿子的命的儿子 结果他生了两个儿子 受命他没有求 53岁安然度过 写这个浪凡私讯的时候已经是69岁了 你看看他一生用他的行为来表明这种立命 所以心可以转业的 但一定要发起转变的心 如果还是英雄苟且像原来的心一样 自己一天到晚无所事事 那这个算命先生给他算的是一丝都不差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